说到闯红灯 很多司机朋友可能都有这个烦恼 有时候真的不是故意要被伤的 可能就是一点疏忽或者操作失误 如果这样被扣分罚款 很多人就比较烦恼 因为闯红灯是要扣6分的 还有罚款 6分大家都知道什么概念 如果一个驾驶证总的12分 两次闯红灯就不能开车上路了 所以开车的朋友都要打起精神 提高注意力尽量不要闯红灯 不过就算不想闯红灯 还是有操作失误的时候 比如没有在停车线前停住车 而导致前轮越过停车线 或者是后轮还在停车线上 没有完全通过停车线 一般这个时候 很多司机朋友就觉得已经闯了红灯了 所以就把车开走吧 其实小编今天就是要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 这个时候千万别把车开走 要立马停车等待绿灯通行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时候停车可以避免闯红灯 是不算扣分的 首先我们要清楚闯红灯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前轮越过了停车线 或者后轮压着停车线 而是一个综合判断的过程 就要用摄像头拍摄的三张照片来判断 一张前轮是不是超过停车线的 一张全车是不是超过停车线的 还有一个张就是全车是不是通过了路口 要有这三张照片才能算闯红灯 仅有一张或者两张是不算闯红灯的 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了上述例子的时候 要及时停车等待 这样就不构成闯红灯 就可以避免扣分 不知道小编说的这些对你是否有帮助 不过还是希望所有的司机朋友都能文明驾驶 尽量减少扣分和罚款 同时也是对资产安全的负责